近日,汪峰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 当天一身休闲状的汪峰在助手的陪同下抵达机场 汪峰不着急前往办理登机手续 而是来到垃圾桶旁抽烟 一边抽烟的汪峰拿出手机打个不停 直到过足烟瘾后 汪峰这才和助手走进室内前往登机 刚刚结束了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工作 汪峰10月20日化身产品经理 发布了自己的耳机品牌FU 而张子怡的意外登场无疑是整个发布会的最高潮 发布会真正的彩蛋是张子怡录制的视频 当张子怡在屏幕中现身的那一刻 全场掌声和欢呼声一时达到顶峰 记者注意到 在视频左侧的字幕里写着家人张子怡 一脸幸福的张子怡 祝愿即将在发布会上做宣讲的汪峰 说得比唱得好 随后笑得不能自已 视频中张子怡穿着宽松上衣 体态显得十分丰韵 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发布会现场坐无虚席 发布会一开始 汪峰率先带着乐队登场 演唱了新专辑中的歌曲《谢谢》 一大波圈内好友发来了视频祝福 其中包括纳英 黄渤 白岩松等不同领域的大拿 而邓紫棋作为第一个使用Fill的明星用户 与和紫衣关系很好的李云迪 引发了全场的笑声 汪峰在家人的祝福中 开始了产品宣讲 首次推出的三款耳机 分别为售价1099元的Fill 售价1599元的Fill Wireless 以及售价599元的Fill Bestie 并兼有限量版耳机发售 近日 汪峰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 当天一身休闲状的汪峰 在助手的陪同下抵达机场 汪峰不着急前往办理登机手续 而是来到垃圾桶旁抽烟 一边抽烟的汪峰拿出手机打个不停 直到过足奄隐后 汪峰这才和助手走进室内前往登机 刚刚结束了第四季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工作 汪峰10月20日化身产品经理 发布了自己的耳机品牌Fill 而张子怡的意外登场 无疑是整个发布会的最高潮 发布会真正的彩蛋 是张子怡录制的视频 当张子怡在屏幕中现身的那一刻 全场掌声和欢呼声 一时达到顶峰 记者注意到 在视频左侧的字幕里 写着家人张子怡 一脸幸福的张子怡 祝愿即将在发布会上 做宣讲的汪峰 说得比唱得好 随后笑得不能自已 视频中张子怡穿着宽松上衣 体态显得十分风韵 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发布会现场 坐无虚席 发布会一开始 汪峰率先带着乐队登场 演唱了新专辑中的歌曲 谢谢 一大波圈内好友发来的视频祝福 其中包括纳英 黄渤 白岩松等不同领域的大拿 而邓紫棋作为第一个使用Fill的明星用户 与和子怡关系很好的李云迪 引发了全场的笑声 汪峰在家人的祝福中 开始了产品宣讲 首次推出的三款耳机 分别为售价1099元的Fill 售价1599元的Fill Wireless 以及售价599元的Fill Bestie 并兼有限量版耳机发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